在心里非常快乐 我也会很难过的 但是当时有没有想过 就一步一步演下去呢 我有想 本来我还记得 人家跟我说的很好 说后面还要拍一个儿童戏 还说情节 我到现在都记得 说是一帮小孩子探险 要找恐龙蛋 是这么一个情节的一个戏 然后后来找我 我就特别开心 我还跟我妈妈说 说要怎么样 就是这样后面 我还要跟他们再去他们的 对 如果就是找节假日呗 肯定不可能耽误上课 暑假寒假这样去拍 然后我妈说 你趁早就打消这个念头吧 想都不要想了 就是有一次就行了 后面就好好去文化课就好了 就家长就等于让你玩吃票 玩完了以后就算了 对 它全当一次社会活动了 完全不看好你会走这条路 18岁的时候 你一下收到了三张录取通知书 电影学院 戏剧学院 还有南京艺术学院 这时候爹 爹妈已经不反对了吗 对 为什么 已经就觉得可以让我试一试了 因为太坚持了 因为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不走艺术的话 可能就真的大学没希望了 所以就让我去试一试 我当时还考了美术 然后我练跳高 拿了国家二级运动员 然后也想可以考体育 就是说 我是想给我父母多一点的选择 我其实我心里知道 我是想做演员 我想考表演 那么但是如果我单独学表演的话 我怕我父母对我的支持的力度不够 那么我多学几项的话 让他们觉得 这项不行还有别的 就觉得对我不至于那么灰心丧气 因为有的时候你放学回家 看到家里边的人 天天愁眉苦脸的 觉得孩子没希望了 你自己心里也挺闹心的 那三个证书同时来了以后 是怎么会想到选择中系呢 因为当时的中系的排名 是最有利于我的 就是艺术的 艺术考试的排名 是最往前的 那么的话 如果我要报中央戏剧学院的话 就被录取的几率就会最大 什么感觉进校门的那一刹那 进校门的那一刹那 我在观察我们班的男生女生 漂不漂亮帅一帅 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你觉得 就是当时已经知道自己入学了 所以我入学的时候 我不会想着 我今天踏入中学校门的第一步 我要开始怎样的生活 我基本上不会去想这个问题 因为当时很乱的 大家都集合 门口集合 完了以后排队 然后穿着 要穿迷彩服 我马上要一车拉去军训了 那是第一次在学校门口集合 然后一排队 我看看前面男孩 看看 这个很帅啊 看看后面的 那个好高啊 看看这个女的 不错 你受你们班女同学欢迎吗 中等吧 不属于喜欢的 也不是属于讨厌我的那种类型 基本上是可有可无的那种 今天我们找到了同班同学问一下 这个成小在班里的时候 到底受不受女同学的欢迎 排位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对成小的第一印象就是 她在学校的篮球场上打篮球 其实我们两个是在考入中系之前 就认识她是在我们那个中系的 培训班 然后我当时是一年的 她是两个月的吧 就觉得她挺阳光的 是个大男孩 很想当时是我们班 最抢手的一个男生 因为找她想搭戏的人太多了 她的档期排得很满 但是呢 她还是帮我排了一个作业 叫罗密欧与助理演 那个时候 其实我自己知道 那个片段特别特别的烂 所以现在特别感谢她 可以陪我演了一个 那么烂的片段 可能是因为 因为她人性格很好吧 所以我们女生都特别喜欢她 每一个都需要